請部長 王委員好 部長 我今天要用12分鐘 來告訴你們 你們國防部欺騙國會 隱匿證據 不是魏先生的犯罪證據 你們隱匿了你們自己犯罪的證據 我本來以為你應該是無辜的 可本協這邊認定 所有的說謊 是你下令的 否則請你把它交代出來 我請問一下部長 那一天我們在這邊問你 那三份文件 你回頭忘了一下 三份文件是在部裡面 在政戰局那裡 沒有錯吧 那三份你們查扣的文件 在禮拜一下午的政烈會議裡面 報委員我們沒有欺騙任何誰 你先不要直接辯解 旁邊問中將 問局長 你們為什麼要欺騙國會 欺騙事實我帶給你看 報委員我們確實沒有欺騙委員 但這可能是一個陰錯陽差的關係 你們已經被查辦了還在陰錯陽差 報委員他這三份文件 革命軍人這樣做的嗎 這三份文件我們是在3月7號 我跟你講我再把時間訊給你聽 我還播一段錄音帶給你聽 我們是在3月7號的13460 才收到這三份文件 部長 我們台南有個扁很有名 耳縫耳露 明子明高 下明意念 上天難欺 你是部長 你永遠會寫在歷史裡面 這件大事情如果你處理得好 也許就像張院長一樣 地震是天災 處理得好 受人敬重 本期間給你一個機會 我們當天好多的委員 希望把三個已經不是機密文件 你也說不是 送來本委員會 你說回去要研究辦理 昨天上午10點49分 我們請國防部 提供這三份文件 引本資料 11點15分 11點15分 政戰局國會聯絡人 張博焰上校參謀 親自到我的辦公室 他說 這三份文件 正本 已經都移送北檢 有沒有副本 不知道 還要查一下 2點45分 張博焰上校 跟保房處 我們的 算是代理處長 我們的副處長 張博焰副處長 在我的面前 親口跟我講 這三份文件 送到北檢了 怎麼送的呢 連夜趕快鑑定 然後交回憲兵隊 憲兵隊送去地檢署 所以委員 不好意思我們不能提供 已經不在手上了 然後呢 然後這三個文件呢 要副本 還要看看有沒有在憲兵隊那裡 張副處長在吧 他今天現在在北檢 他現在在北檢 正在訊問中嘛 早上7點多 我在那邊還跟他講到話 他是9點半的那個北檢報到 好 我剛才講的這個是事實 結果 媒體披露 北檢根本 不要末路 他說這個不是違禁品 我沒收這個幹什麼 對不對 你們還去問說 可不可以交給立法院 檢察官連回答都不回答你 局長我這樣講沒錯吧 檢察官是不置可否 因為給不給我們 是我們立法院 跟你們國防部的問題 北檢根本不查扣那三份文件 可你們死都不交出來 還欺騙 到下午4點37分 你們國防部 再聯絡說 不好意思 這三份文件 還躺在政戰局裡面 沒錯吧 是 報委員 就是剛剛跟您報告 我們是在 你先提一下 我部長我讓你聽一下 我們 三四十秒 我給你聽個錄音 來播一下 主任好 喂 魏少校嗎 主任抱歉 那個 我先跟你報告一下 因為我現在沒辦法問到他們 簽名隊的人 有沒有去做這個 因為現在 檢察官在他們對上 不是 檢察官在他們對上 檢察官在他們對上 所以他們所有人都 沒辦法接電話 或是說 說明 不是 魏少校 那個委員 只是想確認一下 就是 那時候 憲兵隊 把這個 送到我們 把這三份文件 有送到我們 部裡面了嘛 對不對 對 就做機密審任 對 然後現在 這三份文件 到底在誰的手上 現在 我講 現在 在 要 在政戰局那邊 還在政戰局那邊 這個是 這個是昨天下午 4點37分 我們知道兩件事情 第一個事情 昨天下午 4點半左右 檢察官在 憲兵隊 訊問隊部的人 沒錯吧 有沒有錯 還是你們又在騙人 報告委員 我跟委員報告 那天完了以後 在這邊 委員的指導 我們回去 就是說 只有一個 那委員報告 沒有要欺騙任何人 過程就欺騙 你們的政戰部的人 報告委員 我們沒有 保房處的副處長 我們沒有要 當著立法委員 國委員的面 說 這個資料在北檢手裡 上午 報告委員 下午 就證明這個文件 從頭到尾 躺在你們 保房處裡面 這不是欺騙 這是什麼 這三份文件 為什麼這不得了 你們在保護誰 還是保護什麼事情 為什麼已經解密的文件 檢察官不末路的文件 根本不列入證文的文件 你們為什麼不交出來 這個文件 是不是北檢同意給 我們就給委員 檢察官說 那是你家的事情 他根本不裁事 是 我們有去 所以我們當時 好 那部長 我跟委員報告 昨天很多人不是在北檢 就是在立法院 對不對 這個事情 我們不推委 如果委員有這個質疑 我們把這個 時序列出來 時序我列的並且還清楚 我現在告訴你 我們剛才本委員會的委員 已經提案 既然這檢察官說 那個連維靜民都不算了 交給我們認定 我們禮拜一就講 我們那邊提案 請你們把那三份銀本 現在送過來 可不可以 如果檢察官是這樣講 檢察官沒有意見 我這邊向委員報告 這個資料 確確實昨天 北檢是由到我們台北線運隊 那至於說 詳細的時間 我真的不清楚 但是 但是這個 這個三份物件 昨天晚上 確實已經被 這個 北檢的檢察官帶走了 昨天晚上又被帶走了 真的是帶走了 因為他現在 因為我們 你們好神奇 你知道嗎 一個文件可以被帶走好多次 就是昨天 昨天確實被 方參謀長 你們線面對這一次 基本上不是壞死 是笨死的 我當然還沒有問你 我先回到這個事情 你們這個文件 他已經不是什麼證物 也不會 不會被毀損了 包委員 我們會儘快 只要檢察官認為 同意 我們馬上拿過來 檢察官沒有意見 好 我們馬上去 那個文中將 文中將 我們有溝通過嘛 檢察官根本 對交不交出來 到國防委員會 根本沒意見 對還是錯 是 報委員 早上您 有跟我們溝通過了 我們 剛才早上一大早 我們就請他們 單位裡面 先發個函 到檢察官那邊去 我現在不讓你難做 我們現在也去 我們委員會提案 請把這三個挑 交出來 為什麼你重要 你知道嗎 沒有問題 報委員 因為這三個文件 也許沒有什麼 報委員 我們不想要隱瞞什麼 只是這個 我們前面 已經在法律程序上 出了很多的差錯 我們希望後面 不要再出任何的差錯 不要出錯 不代表可以隱瞞 或欺騙 或扭曲 我現在 我們委員會有提案 地檢署 沒意見 這三份文件 公租於是 整本 謝謝委員 每一疊代 都一公分後 如果 確定這樣子 我們馬上送過來 馬上送過來 不要讓大家猜測 去影射 我們不會隱瞞 第二個問題 昨天檢察官 在台北縣兵隊 訓問 現在 我們的保房處副處長 人也在北檢 現在被偵辦的被告 到底是中華民國軍方 還是魏先生 他們身分是被告吧 嫌疑犯嘛 分案調查 總是有個傳票給你們啊 你們現在身分是被告 還是關西人 我直接這樣說明 這個是兩個案 一個是針對魏先生 魏先生好 另外一個是我 就是對 我們有沒有違法搜索 這個部分 是另外一個案 所以你們現在在被偵辦 違法搜索這部分嗎 都有 那個文件 連機密 連末路維收品 他都拒收 現在被偵辦的主體 其實是軍方 所以我現在問了 這個鑑定公文 要求 政戰局 鑑定那三份公文 你們的收文時間 剛才我看到 你們什麼時候收到文的 剛委員報告 我們是 7 7號當天 3月7號嘛 是3月7號下午 1346 1點46分 3月7號 蔡師兄有聽到 當天在被詢 你說3月3號 現在你們的收文時間 是3月7號 那個文不能改 我告訴你 3月7號收到文 你們3月1號溯源 就知道說 這一個位先生 值得向上溯源 值得發一萬五千塊 值得在超商給他錢 你們事前 軍安總隊有沒有看到這個文 報委員您剛講的3月3號 應該是憲兵指揮部 他們發文的時間 發錢 我跟你講 這兩天你們講的太多謊了 現在都在一起 這個都有文 這個都有文號可以查證 軍安總隊 軍安總隊本身 在3月7號之前 有沒有看過相關的所謂的物證 有還是沒有 這個我們不太清楚 不清楚麻煩就大了 全國媒體在這邊 你們3月1號說是為了溯源 因為看到那個東西 覺得有情報價值 想要擴大嘛 這你們這兩天的說法嘛 我們說的是在網路上 看到的內容 但是全份文件 你也比較拜託 中將啊 網路上看到 我們看到都一樣 那都封面啊 是 但全份文件 2月19號憲兵隊扣物 扣到了 3月1號你們發錢了 你現在告訴我 你們收文時間是3月7號 這堆東西 才趕快送到政戰局 去判定他是不是機密 是 那你們前面辦案在辦什麼東西啊 你們判定都還沒判定 怎麼發動的啊 報委員 你答得出來嗎 前面我們是在網路上 3月1號的1萬5千塊 怎麼覺得那個可以溯源 誰決定的啊 1萬5千塊是我們政戰局決定的 是我這邊批合的 你批合的嘛 誰報上來 趙戴川對不對 是 趙戴川之前就是 軍安總隊的隊長對不對 這整個案子的發動 是由趙戴川 升任 保防處處長 指揮老部署 直接辦案的對不對 我們是提供這個 這個情資給憲兵 你用提供兩個字我尊重啦 是 趙戴川下去指揮了對不對 那個 報委員 我們沒有指揮 沒有指揮 當然不能講指揮 講指揮 我就 我跟你講 你先到旁邊 我們請參謀長 馮參謀長 我替你們線民隊報區啊 你們是配命令去執行 我為什麼說笨死了 這不好意思 你們國家人員啊 上面交代你們就要辦嘛 發動單位根本不是你們嘛 打電話釣魚的不是你們啊 是軍安總隊 是保防處 是政戰部啊 政戰局啊 然後呢 一堆人陪同的也是他們 我現在問你一個關鍵的問題 你們開會整個主導辦案的人 是憲兵隊 還是軍安總隊 還是保防處 主導辦案 召開專案會議 主導辦案的是誰 召開專案會議的是保防處 處長主持的 那天是處長主持 趙戴川主持的 前軍安總隊隊長 然後 你們要出動之前 打個電話說發動本來要請示檢察官 打個電話給 憲兵隊的 是不是趙戴川 不是這個 我就不信 但是 你不要講 是不是趙戴川 是保防處的人打的 保防處最大就趙戴川嘛 現在那個 這個詹戴川被叫去到確認這個事情 一定會去把他查明清楚 不是查明清楚 你這個禮拜要提出懲處的時候 這一點你沒有列入的話 你不會有歷史定位 你也沒有解決問題 軍方99%都是很認真做事的人 你不要隨便找兩個人塞過去 或者找兩個人舉手說 我承擔就算了 他指揮辦案 這是違法亂線 我時間到了 我 我把資料提供給你 請你注意你部署在幹什麼 我到現在我還相信你無辜 但是你有政治責任 自己承擔起來 是 好 謝謝 謝謝